对而且好像其实呢 我看到这个俞烈先生 他在接受这个时报周刊的专访 他有谈到一个重点 我给各位观众朋友来说一下 他说呢 其实我们可以施法像这个瑞士 他们这样子去新建全世界最长的隧道 那么他的功法呢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这样的技术 他说这种高架桥连接长隧道的方法呢 遇到很深的山谷 可以坐50公尺100公尺高的桥墩 就算是二三十层楼这么高的高度呢 其实是都没有问题的 那么找这样的山谷 你不用田方 你不需要砍树 而且呢 甚至你碰到生壁 再打这个隧道 他根本就不会影响到生态的 所以呢 现在大家真的可以考虑 那么他认为苏花高呢 是完全符合经济效益的 这是他的说法 好 一宏 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了一些专家们的意见 那么当然呢 这个可能还是交由社会 来做个公平 不过 一宏您可以谈一下 就是有人就在讲啊 说现在呢 这个龙脉啊 已经被破坏掉了 所以呢 其实也应该要去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部分呢 这个风水呢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不能考虑风水 那那个瑞士挖这个隧道 有没有看风水 有没有看龙脉 瑞士人家搞不清楚 龙脉是什么 人家的隧道这样开得好好的 所以说我现在 政府就是要做决断 对 你专家的话不能再听了 因为太多专家都表示意见 今天是18周关 访问一个土木 即是工会的理事长 他出来讲 他是专家 专家是什么 你讲他 他就提出一套看法 但是这个专家讲的 跟那个专家讲的又不一样 那每个专家都不一样的话 谁要做决定 所以一定还是要有 政府官员排版定案 政府做决定 他不只安全 他经济效益 他通通要纳入考量的 这技术我认为是不是问题 即使国内有问题 那国际没有问题 国内你弄不起来 找国际人来投标 让国际人去标 因为你工程决定 要标出去的时候 要有人来承包 不是你设计好 没有人来标 你还是标 还是发不出去 因为人家一看 你要我这么做 我做不来 那不是划扁冲击 没有用 就他要标出去 那要标出去 要我把握 我来 我能不能做得好 能不能完工 不能完工 我会不会赔本 那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专家太多了 我们已经听了那么多 每一个人都讲一套道理 司法改有司法改的道理 司法高有司法高的道理 现在有说你这条是安全回家的路 但是这条不是看风景的路 在隧道里面哪个风景可以看 那你现在这条 沿岸这条是危险的 但是看风景要去这条看 你在盖之前这条路也要用 你还是要整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里也要整理 这里也要发包 那到底政府 政府的经费 你什么时候要动工 那这种东西 政府要做决断 尤其政府做决断的时候 绝对不能听风水的 你一听风水 现在不止土木专家出来讲 环保专家出来讲 现在连风水师都出来 这个人要反对 政府难道也要把 开一个公立会 找风水师来讲吗 那风水师这个讲一派 那个讲一派 这个讲的时候 它是下个龙脉 这个说下个蛇脉 这个又是龟脉 马云总统懂那么多 相当部部长懂那么多 要决定哪一个风水师 讲的是对的吗 其实我可以冲淡一下风水师 风水师告诉你说 就算这边是个龙脉 可是苏花公路早就打通了 这苏花公路已经有78年的历史 要是龙脉早就破坏了 风水也早就破坏了 应该不值得探讨了 风水师随便让他讲 这个龙脉本来是要碎龙 一打通被人家活龙 那他也可以讲啊 本来是 本来是龙好好的 被你一打通 这个龙就被你截断了 因为他是拿这个地图 然后在那边一画 本来你看不出 那个是哪条龙的 但是他那个一画以后 就像一条龙了 就跟那个烧黑烟鱼 一大火你看的是一团烟鱼 搞不清楚那里有个人像 但是会看的人 他把你一画 这个眼镜那个是 本来你看不出来 他一画你才看得出来 原来 原来那个是个脸 而且那个脸像王永庆 对王永庆 往往都有这种讨论 会在这个社会的角落当中出现 不过灰文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看 行政院长吴敦义啊 他要倾听民意 也因此呢 他现在说他要亲自去这个花莲 去跟这个东部的乡亲们来沟通 那到底民意想要听到我们的院长说些什么呢 要交代出一些什么呢 不过院长 当我们的县长是还是决定要来台北抗议 那吴院长他当时好意 但是傅昆奇他有他的考量 他这次动员一万人 当然就是等于是他的阅兵 所以傅昆奇他也 他也硬要上来 什么游览车也订了 火车也订了 反正他订了 他要来就来了 听起来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 傅昆奇 那当然吴院长也展现参应说 那你们一万人不要上来 我下去总可以吧 我就搭个飞机下去 去解决这样子 这个免不了 因为各有各的盘算 那这个地方我想 傅昆奇他的算计比较多 我来讲另外一个算计 这是刚刚各位提到 那个土木结构机器工会 今天登的广告 这个广告 依照目前的行李箱 因为他在头版下面 这广告好几十万 好几十万 登在干什么 请问鱼烈你登在干嘛 你吃饭完腰 你没来没去看 你不要骗这些外行人 土木结构公会 因为他们不是公益团体 他们不是政府 你们在委外 请问要委外给谁 不然你们通通都不要 你们这些有挂冕 通通我们都不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意思说 有没有人 趁苏花改苏花糕 这个节骨验 在想动一些歪脑筋 我来讲一下龙麦 其实这个之前在这个 你画的这什么东西 像蜥蜴 他们在挖雪山隧道 雪山隧道大概在这个位置 他们在挖雪山隧道的时候 就一直反对 环保团队一直反对 这个是雪山山脉 大概在这边 这是龙的头 你如果挖了雪山隧道 头就断了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 画这个主持人 因为我们知道 苏澳跟花莲 大概相对位置在这里 跟龙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穿着附会 你说我们在下面这边 有南横南回吗 这边以前有中横 这边有北横 这早就断光了吗 所以如果真的 真的大家穿着附会 我也没什么太大意见 但是请注意 我们现在要的苏花糕 苏花改 是直线的 所以其实跟着没有 之前更早之前说 车隆浦跟这个921 他们这个大地震的时候 所以把它震坏了 那他有很多传说 这个都没关系 但是我拿一个事实的根据给大家看 我也希望这个 在芙蓉饭店的这个 陪陆克的这个 那些他们那些朋友 可以把这新闻给他们看 这个是在这个 俄兰比的这个 西南方的海面 这是在前天沉掉的船 一艘巴拉玛级的霍轮 霍轮我们都大一样的 霍轮沉掉了 那我要解释什么 就是说请大家回想一下 前天有没有台风 没有台风 那前天这边有没有什么天灾 或什么没有 因为印尼那个海啸 那个是很下面很远 那为什么这艘船会沉 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说 我们台湾海峡这附近 那个海巷有多恶劣 其实在梅基台风 这个接近之前 我们在更上面一点 也沉了两艘船 这是第三艘 所以如果有些蛋头想说 那我们来从 盖什么蓝色公路 你知道从花莲到台北 以前是有船的 叫花莲轮 那因为 我小时候那时候 我也搭过花莲轮 他一年只能开一半 他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是没办法航行的 因为风浪太大 东北季风什么 他没办法 如果建议说 你去做这个生意 一年之后 只有半年可以做生意 这个货轮 这个游客客轮的生意 你愿不愿意做 所以后来花莲轮很快就倒了 很多人都还没 还没机会去搭 他这整公司就倒掉了 所以我用这个货轮的例子 告诉大家说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什么所谓的什么蓝色公路 你有去坐过车 你坐看看 其实困难很多 盖梳花糕 才是唯一解决的方法 好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这个 我们这一段光晴 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 就是说这个傅昆琪县长要率众北上 那他其实礼拜天要到 那礼拜一他还要更进一步的去提出他的这个诉求 甚至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去 这个跟这个刑事院长吴敦义啦 或甚至是会不会扬言到这个府前 去表达他们的这个心声 那我想身对这个部分 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您是不是也认为说 其实是没有必要 是劳实动众呢 其实我是支持的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个案子 我们曾经在你节目中讨论过 他从民国79年 炒到现在已经20年了 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定案 中间很多政治角力 中间很多是卡在什么环平 说有人要一条安全回家路 但是也有人告诉他 大家说这是花东后山 这是一个最后一块净土 所以僵持不下 他遇到很大的阻力 那你今天这个时机点 其实吴敦义院长 他现在还是在冲撞什么环平 他也还是要等到环平过关 那你现在能不能用一个巨大的民粹 就推翻所有的整个流程 我认为还是不行的 但是你政府也不能说 我拖了20年 我现在改朝换代 我到马政府上台之后 他到现在又拖了两年多了 以前刘兆全就一直在拼命嘛 从梳花高到梳花梯 又到梳花改 那后来还是被轰 那你今天如果要一个政治的 一个很大的扭力 傅宽群他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嘛 而且他是民选上来 他高民意 也是他有做过民调 我觉得民粹这一环是非常巩固的 那你怎么样趁这个时机表达出来 你要用大动作啊 我们常讲到府会不是一家的 府会常常冲突 现在府会一家了 那结合这个花莲广大的民意 他需要一个大的一个表态 否则的话 你以为现在发生这么多事情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死了这么多 死伤这么多 政府会尽快吗 我刚讲错一个东西 陈文山老师说 如果要进去什么砖探啊 要地址要确定的时候 他是半年到一年 你如果加快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一年 你半年 甚至你再往前推 你几个月就出炉了 你不要告诉我们说这个年年底 然后我们要六年 可是政府讲的话往往你以梳花高 或是梳花改梳花替这个案子来讲 说不准的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冲力 那希望他快一点 那合乎必要的一个流程 但是你要去掉那个很冗藏的那些政治角力 跟其他不必要的那个流程 主持人我补充一句好吗 因为陈文山教授我也很尊重 我想要可能有点状况外 我这样讲对陈教授很不好意思 这个2000年的时候环品已经过了 2000年的时候环品已经过 过关过一次了 那时候都没砖探吗 没砖探环品也可以过 那是哪一国的环品 不用砖探这个环品就过了 这个山可以从那边打过去打一下隧道 你要接受访问你先做功课 那会不会这几年又改变 那这是时间点的问题 你不能讲说现在要砖探 我觉得这个我听不下去 还半年一年鬼扯 好五都选举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战股生生催 那么现在到底哪一个候选人有机会胜出 有人说你从风水去看他的竞选总部 真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们稍后回来聊一聊这个话题